前面我們已經介紹過了音樂的幾個要素 以及吉他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個部分 我介紹了吉他的幾個演奏的形態 有獨奏、伴奏以及詛咒 其中伴奏又分成兩種形態 現在我們要來進入第三個部分 要達成這些演奏必須要具備哪些能力 這主題也關於其他課程應該要怎麼安排 才能夠讓學習的人得到這些能力 最主要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節奏能力 和聲的能力以及旋律的能力 為了要訓練這種表達節奏的能力 我們會有一些課程需要安排 一部分是理論課程 知道什麼是時間 什麼是拍子 怎麼樣算拍子 什麼是小節 一般會說是樂理 除了理論課程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實踐的課程 就是實際的操作吉他 達成理論上面所說的那種狀態 然後就是訓練 你想要再做得更精緻 或者是得到更強的控制能力 你就需要一些訓練 所以課程裡面會包含了 理論、實踐以及訓練 節奏性課程的這種理論、實踐、還有訓練 也會出現在旋律課程以及和聲的課程裡面 第四個能力就是試譜的能力 學音樂其實就是一種語言的學習 學語言的時候有聽說讀寫四個主要的項目 學音樂也是一樣 試譜就像是學語言的時候的閱讀 試譜的能力也會有 由淺到深各種不同的程度 一開始我們先要求能夠看得懂 不需要看得很快 譜就像是一種符號 像是一種文字 你只要能夠閱讀 能夠理解他想要告訴你的是什麼意思就可以了 慢慢的我們希望閱讀的可以越來越順暢 再更進一步 就是當我看的這些譜 就是看的這些符號 我就可以想像的出聲音 就像是你在看一段文字 你就可以想像出他念出來的感覺 當這個能力再更進一步的時候 就是你看著這些音符 你不僅可以想像的出聲音 你還可以想像的出其中的異陽頓挫 想像出更多的細節 包含去思考你想要怎麼表現它 這就是比較高層一點的試譜的能力 第五個部分就是演奏技巧 演奏技巧是大部分的課程裡面 會琢磨最深最多的 大家應該會發現 其實技巧是音樂裡面所有能力的一部分而已 雖然它很重要 但是不是全部 有時候會遇到過度的偏重技巧 把技巧放大到成為演奏的全部的 這樣子其實學習起來 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很降氣的人 其他的演奏技巧就像是聽說讀寫裡面的說這個部分 演奏技巧的好壞在於 如何能夠把音樂說得漂亮 應該是說把它彈得漂亮 就像是在學語言的時候如何把話說得好 有的時候 演奏者的腦海裡面有很好的音樂 但是他的演奏技巧沒有辦法跟上 所以變成說 那個很好聽的音樂只能出現在他自己的腦海裡面 但是實際上別人是沒有辦法聽見的 我們要練習的演奏技巧 目的就是為了要能夠呈現出你腦海中想像到的音樂 也因此 想法必須要跟你的技巧能夠達成平衡 如果你的想法超越了你的演奏技巧 腦海中的音樂就會受到限制 沒有辦法釋放出來 但如果你的演奏技巧高於你的腦內的想法 那些技巧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這種過渡的技巧只是一些很精緻很機械化的動作而已 相對於聽說讀寫裡面的寫 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彩譜 彩譜也有人說是抓歌 就是把聽到的音樂轉變成符號把它記錄下來 這跟釋譜像是一種方向相反的 釋譜是要理解你所閱讀到的符號 然後透過演奏技巧把它轉變成聲音 但是彩譜則是要把你所聽到的聲音轉變成符號 彩譜其實它是為了後續的創作 而開始做的一種準備 它對於任何一種樂器的學習者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好而且非常紮實的訓練 第七項也是最後一項 就是思考的能力 這裡所謂的思考包含了審美跟創造 所謂的審美就是一種品味 你能夠聽得出音樂裡面精彩之處 能夠聽得到演奏者他們的巧思是怎麼樣運用的 這所謂思考就會引發一些創造 讓你在演奏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投注在裡面 甚至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曲子 當然思考的能力就會有不同的層次之分 有的思考比較深入 有的思考會比較淺薄 但是這是經由時間來累積的 並不是要在這裡做一種比較 剛剛講的那七種能力 全部都關乎於風格 也全部都關乎於聆聽 不管是學習吉他或者是其他類型的音樂課程 你都必須要非常認真 非常廣泛 而且深入的聆聽 去累積你音樂的素養 聆聽其實是沒有絕對的對錯 自己一點一滴的把你的時間跟生命投注在裡面 你才能夠有所收穫 好 有沒想到 我不會再大けど 我不會再到司機